艾芒庇护工廠市政府提供身杖者工作机会又达到社会关怀的单位 30名身杖工作者就跟一般人一样在工厂内工作 但社会大众的想法就让他们成为弱势的一方 可能我对身心障碍者也不熟悉的那种状态下 我会觉得我常常会想说我要怎么跟他们相处或讲话 但我觉得其实真的不用这个样子 就是你就把他们当作是跟你一样的就是一般人 然后你跟他们一般的讲话一般的互动就可以了 尽管每个人都有不方便之处 但因为彼此协助终究跨越先天障碍 工厂就好像人生的转折点从中获得许多改变 我之前都不知道我能不能读到大学 所以说都是一个未知数 每天的那个工作然后生活都昏昏二二的 我高中也是因为这里的老师 鼓励我去读 然后我才努力念完装进三年 然后再去考大学 这个PU工厂对我来讲 这是我人生的第二个转折点 社工发现身障者出现问题和家长沟通时 偶尔会出现价值观不一的情形 这不是两三句劝导就能改变 但不厌其烦的叮咛情况才有好转的机会 当我们在想要针对这个行为跟家长做讨论的时候 他不见得认为那是个问题行为 不断有人不断地反复跟他们提醒提醒 或是说跟他们讨论讨论 或许哪一天有可能他是有可能 有一点点转变的机会 在爱芒工厂里的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故事 虽然有着先天的不足 但在后天的努力下 在这小小的工厂内可以活出自己人生的价值 记者林怡君安中派亭采访报导